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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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他的分身化身 代表地上王菩萨 去帮助众生 这个就是读经典最重要的 所以要内心里面随着法华经 要去转动法华经 所以释迦牟尼佛听说了 有一个传统的讲法 佛陀在世并没有这些经典 佛陀在世都是由佛的心讲出来的法 弟子呢 去实践 那因为这样 当然佛讲完这些法 佛是遍一切处 这些法 弟子一听了 融入到心 的人很快就开悟了 如果没有 那佛陀 就像千百亿化身 随时在你头顶帮助你 就像阿罗汉 听了佛陀的教法 佛陀随时入心 帮他走路 出国 恶国 三国 就像瑟利佛的弟子 那个狗来投胎的 君头沙咪 他很认真 按照瑟利佛所讲的 晚上睡觉 之前一定要把 师父所讲的话 好好的观修一遍 很认真 所以有一次他已经 进入三国了 再来 如果再深深的去思维 瑟利佛尊者所讲了 他就可以断除探存子了 那个时候瑟利佛有事要找他 那释迦牟尼佛 故意就把他挡掉 让他不要吵 君头沙咪 所以就在那一刻 君头挣了阿罗汉 当然站在解脱道 阿罗汉是最高的目标 等他挣了阿罗汉 自己有神通 才知道说 哇 原来我是一只 被断腿的流浪狗 在死之前 被我师父救了 所以师父跟我 皈依开导 我才有机会 投胎做人 来报恩 所以他就决定不受比丘界 以一个大神通的小沙咪 永远做瑟利佛师父的侍者 一直服侍到瑟利佛舍抱 那颜色利佛尊者的 这个四例子 都由君头沙咪来 处理整理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 各位今天读的 《妙法莲华经》 《妙法》 《莲华》 《妙法》是慈悲 《莲华》是清静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这样的圆满慈悲 智慧 所以《妙法莲华经》叫 《成佛之经王》 我们叫慈悲王 所以天台中很多大德 特别我们台湾慈悸功德会 这年上人 我发觉他们福报很大 福报大不大 全世界最大 所以为什么 因为专门读诵 《妙法莲经》 所以那《妙法莲经》 为什么功德这么大 因为它只有一个动机 就是如何善巧方便 所以《妙法莲经》里面 有七个故事 告诉我们如何 用各种的善巧方便 去让对方了解自己 原来你有佛性 开始误入佛 佛性有一称的教法 就是佛陀的精髓 佛陀传播佛法 虽然在不一样的时期 讲了不一样的 针对当时候的根气 因缘 印度的状态 但是佛陀最后 他就是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成佛 从认识自己的佛性 按照佛性来生活 来善巧方便的广结善缘 引导众生也找到自己 精进的修行 就像各位最熟悉的 普门品 那观音菩萨成就了 他的善巧方便 念我的名字 除一切苦 意念我的形象 心无贪嗔痴 礼拜我的形象 满一切愿 这个是最慈悲的 不用你修 当然要我们有一个信心 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 读中《妙法莲花经》 也要一种归命 今天我既然要读 这一部经网 精髓中的精髓 那我要用生命敬畏 来去实践 去得到佛陀的 也就是说 念一下 承认自己可以成佛 也承认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 这个叫唯一一秤一秤的教法 没有分别 只是因为众生的发心根基不一样 在佛陀的时代苦行外道 他们认为生命很苦 所以每天修苦行 然后就能够断除生命轮回的苦 所以佛陀只能给他们解脱道 当然他们真的解脱道就会傲慢 你看我最高了 但是呢 还是没办法度众生 没办法广度众生 当然身上有慈戒的 正的罗汉的德 供养一个阿罗汉有五百节人田福报 慈戒的功德 但是这不是佛教根本 佛陀是现在这个世间 是要帮助所有众生 找到生命的方向 成佛 就像一个故事各位常听过了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树下打坐 安然在旁边 佛陀突然在哭啊 一直哭 安然就问佛 圆满的佛陀啊 你怎么会哭呢 那佛陀就做一个庇誉啊 他说安然啊 如果有一个男人 一辈子奋斗努力 做了很大的事业 却生了 所有都是女儿 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她的事业 没有人可以传宗接代 你看她哭不哭 那个时候安然也搞不清楚 这什么意思 他说安然啊 这么多人来跟我出家修行 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的解脱 正的阿罗汉 没有人愿意发愿跟我一样 历劫苦行 成佛 度众生 如果大家都证得安罗汉 然后没有人度众生 那众生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这个老板哭不哭啊 那个时候安然也哭了 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那时候很多天神听到啊 都发起了真正供养佛的方法 那就要发起无上菩提心 所以天台智者大师 我们称为小释迦 他是释迦牟尼佛在来 所以他用各种的善巧方便 引导 大家找到佛性 但是又不舍弃社会关怀 像我本人有去接 我们绝光长老天台中的教法 那绝光长老就是忙于社会事业 这个社会事业 他常说啦 做一天和尚 敲一天重 努力的去关心一切 但这个关心也不离开 对经账的了解 所以他又办了一个叫正觉杂志 这就是佛陀的正觉 怎么样去办教育 所以从小学中学 残障 老人医疗 放生 等等等等 甚至关心国家社会政治 所以那个时候最有钱的李嘉诚 都是在供养的绝光长老 所以那个时候的政府 也拨了很多钱 希望绝光长老能够帮忙 政府的这些老人的关怀教育 等等 那我想 当然是就我个人的 一点点肤浅的了解 所以我去过几次天台上 我很感动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 智者大师的第一个放生词 我都跑去了 第一个放生词 那个时候是一些愚民 被智者大师感动了 所以和 听说是一百公里 还是四百公里的海边 所有渔池 都供养给智者大师 这些渔夫啊 被智者大师感动 这一段我非常的感动 一般讲说 一个大师 深入京藏 禅修 显密言容 天台装出了汉船 有台密 各位都听过 天台密 一般都是高高在上 但是智者大师却 天天跑到海边 跟那些渔夫在一起 慢慢的劝他们 不杀身 还懂得吃素 相信因果 因为对智者大师来讲 渔夫也可以成佛 鱼也可以成佛 所以智者大师 努力的修行 他知道很多人忙一打坐 但是身体不好 所以有天台医学 怎么样帮助修行人 小野障 除魔 所以讲出了 病苦的五个姻缘 等等 那当然 这个都按照妙法联法经 那也就看到 我们看到慈激功德会的 这年法师 以法华经做他修行的宗旨 结果呢 做出来 就是实际的深入 关心社会 贫穷 医病 当然很多人会说 这个只是慈善 那因为 你不能从表面看 难道佛法 就什么都不做 叫佛法 佛法就是要 配合众生的需要 如果我们有福报 就开一个板桥 悲愿医院好了 我看他 傲乡 笑乡 我没有观想的好了 这个要有很大的福报 透过生病 慢慢告诉他佛法 好不好啊 多好啊 不然开一个悲愿 临终老人愿 各位都要来报告 报道一下 生命最后一段 在那边好好的 听闻佛法 修行 准备送他去莲花净土 好不好啊 多好 从生到死 不然呢 我觉得老人 很苦很苦很苦 没办法形容的痛苦 所以 但是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最好的方法 那当然呢 所谓法法经 它就是善巧方便 多保如来 代表一个大福报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呢 针对 现今 社会 的需要 那这里 家里的人 他需要什么 你要配合他 从这里面 让他 找到 不管他在玩手机 不管他在做什么 这里面都可以引导他 走路 佛法 要有耐心 就像法华经那位 失去儿子的老爸 终于费尽 各种方法 找到他失散的儿子 但是他儿子不相信 对不对 我是个孤儿 我哪可能说 我爸爸是有钱人 他不敢跟他说 慢慢的从小 小职员培养到 总经理 二十多年 终于 这个年轻人 培养得圆满了 也对老板很感恩 很忠实 内心就觉得说 哎呀 我如果有这种爸爸多好 这么疼我 栽培我 就是这样培养 所以到最后 他就集结大众 宣布 我二十多年前 离开我的小朋友 就是这一位 我用心办法 引导他 教育他 培养他 我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公司 交给他 你看年轻人 感不感动 感动 真的是爸爸 还不是假的 还用了这么多心培养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每一个佛陀 也是我们行菩萨道的人 要有这样的耐心 拉伯来去跳舞啊 抱男人 抱女人啊 在那边跳来跳 你在那跳什么呀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我们因缘到了 我们也会现在老老实实的 来忏悔啊 受戒啊 所以 自己是如此 别人也是如此 众生都有 本来 不生不灭的佛性 不增不减 不够不染的 自信 诸法 空相 一切法的本体 都是平等的 一切众生 都无分别了 所以《法华经》 最强烈的一句话 各位都会背来 心佛众生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就是最高的阶段 我们现在有分别 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尊重这个 不尊敬那个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分别 会很痛苦 那 佛所讲的这种 空性 大悲 不但对你没有分别 叫空性 要圆圆满满的奉献给你 大悲 因为 你是我的父母 你是我的善知识 没有你 我怎么成佛呢 生命的存在是为了你 就像一个医生 护士 他活着 他是为了病人而活着 他这么努力 他就是想要去帮助病人 所以 那当然 我们学佛 学这么多 就是要去帮助受苦 轮回的众生 所以灭花莲花经里面告诉我们 所有众生 都可以成佛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我们的心 融入佛的心 在佛的心 来爱 射受所有众生 因为 众生就是未来佛 对佛来讲 他就认为 我的存在 就是要让所有众生 进入我的心 也让佛 进入你的心 所以各位有 你如果念阿弥陀佛 要这样观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完全 进入佛陀的心 当然阿弥陀佛的 所谓极乐世界的庄严 那是一种善巧方便 他目的呢 也不离开法华经 每个人都进入 弥陀之心 和对外实践 弥陀的本愿 佛陀用爱 感动我们 只是我们一般的佛教 把佛像都做得比较 严肃一点 下回我们要做一尊 卡通的佛 那这个就是 弥勒菩萨的特点 大口大口 秋秋秋秋 所以 各位到极乐世界 你会发觉 原来阿弥陀佛 不是坐在中间 然后 哇 好像不可 清净的样子 当你一进极乐世界 有人跟你一笑 年轻的来 那你就阿弥陀佛了 他会很高兴 欢迎的 接引你 微笑大开的 敞开胸怀的 接引你 因为 结果你才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 阿弥陀佛的画线 当然我们 读任何一部经典 都是希望 把经典的精髓 就是佛陀的心 融入 融入 一开始我们是融入他 后来你会觉得 原来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融为一体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一般人把经典 精脏都看作有形的 那这个精脏 这个文字 得到了一切 是要融入你的本体 这个叫实相 由文字般若 进入 观想 按照法画经去观修 实践 这个观修不是每天 光打坐而已 所以 观是属于心态 修是属于行为 也叫子观 然后 你就变成法画经 你就变成弥陀的心 跟行为 就像药一样 这个药已经散开了 都在你的身体里面了 融为一体了 这当然因为各位 要把两天 把妙法莲花经念完 可能有一点感 大家都在念 但是我个人 其实希望各位念一遍 有一个共修的功德力 慢慢的要练习 思维 思维 这句话 跟我们很好 相应 就像我刚刚讲 妙法 莲花 怎么解释 你要去 各种方法可以解释 所以光这个经的名字 就不得了了 像日本的日联中 拿摩 妙法莲花经 就可以走遍世界了 这样就可以影响世界了 不可思议了 因为光这个经的名字 就不得了 所以你要超度众生 拿摩 大方 广佛法莲花经 你要上前 上巧方 被引导众生 拿摩 大乘 妙法莲花经 当然每一部经 光这个名字 它听得到 它就有福报了 所以有人把 法华经 一辈子拿来 实践 所以很多寺庙叫 法华寺 法华寺 妙法寺 那当然就是希望 得到 这样子的福报 智慧 简单的说 各位今天能够 从头到尾 要读一遍 妙法莲花经 累世福报大不大 太大了 现在总统给你做 你也说 No 等我读完再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间的 权力地位 那是一死的 就像一个皇帝 一个将军死了 他的政策命令 就改了 对不对 换人做了 这个不要执着 但是真理是永恒的 慈悲是永恒的 我想 各位也把 法华经拿来 每天 七卷 读一卷 就像 慢慢地去消化 然后呢 让别人看到你 就像莲花上面的法一样 人间的珠宝 因为你在实践 法华经的精神 法华经的精神 这里面有一段话 大家都会背啊 法华经最出名的 来 穿如来衣 做如来做 入如来事 这叫忍入如柔和衣 做如来做 那么我们要安住在 如莲花清净的空性 入如来事 如来的心 如来的家 请问如来衣什么为家 慈悲为家 简单地说 一个修行者 表现出来 柔和 忍入 智慧的空性 大慈大悲 对待众生 这个就是 妙法灵化经 最出名的 三门耶界 菩萨界的根本 所以我想在这边 柔和忍入 那各位从今天开始 那个性要柔软 讲话要客气 眼神呢 要善良 别人跟我们抵触了 那你都能够一笑 接受慢慢 不但外表柔和 忍入 然后清净 就是安住在 无分别的空性 不染濁 但是表现出来 大慈大悲 也让别人 感受到你的心 所以刚刚我在上面听 我只听一个感觉 内容我叫不听 这个声音有没有慈悲 或是听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在唱诵 念诵 不是把它唱好 也不要怕唱错 我们要关心的是 这里面 有没有表达出 佛陀的悲心跟智慧 透过声音 哪是各位 我们在这边共修 就像各位在这里面 在受八万载节 又念《妙法莲花经》 这个外面的人走过去 哇 这边有天神 有仙人出来了 感受 包括你坐个捷运 坐个公车 坐个计程车 骑摩托车 你以后让人家感受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融入 在八万载节 各种的修行 又读诵了《妙法莲花经》 那你要一直练习 自己是如此 离开了这个正念 赶快拉回来 那你不去处理很多事情的话 你就达不到这个阶段 你自己关在房间 当然不会起心动念 要么看看经打坐 要么睡觉 所以以前我师父参歌说 不要待在房间 因为我出家 我们读佛学院 大家都每一次看书 所以说不要待在房间 那后来叫我干嘛 去接电话 然后呢 去接电话 去跑银行 我就开始在那边接电话 跑银行 扫地 那我那时候会觉得说 哇 我男的出家来 这么多经典都还没看呢 很多东西都不会呢 怎么办 我师父说 你急什么 你是为众生还是为自己 你如果是为众生 先爱上众生再来说 要知道众生需要什么 再来学 而不是说 我喜欢禅宗 我喜欢念佛 我喜欢净土 那你只是在找一个 自己的自我的理想的实践 根本你不知道 别人在想什么 做什么 这老和尚就是老和尚 他磨念到一个阶段 他知道佛法的要点处在哪里 千经万论 不离方寸 你要融入 然后这个法就是慈悲 你要去关心对方 所以 法华经的善巧方便 那各位要去体悟 就是说 你现在不管做到哪里 你要去感受到 人事物 包括这个花 喜欢我吗 这个水 喜欢我吗 你看 帮助地狱到 时时刻刻在 放光关心的众生 所以 他在不在 开车也好 小baby坐得好不好 那时候 在凶猛了 爸爸都会开得很慢 开得很慢 因为他保护了 因为他保护的小孩子 他站在小孩子的感受来开车了 不一样了 因为他非常的在乎对方 所以我讲到在乎对方 各位要练习 不要有个性 不要喜欢躲起来 孤立 但是也不要吵还 很多妈妈 我没有躲起来 我每天念我的儿子 那你就没有做佛做 虽然你认为你有慈悲 表现出来也没有柔和忍辱 虽然你讲这些故事 那你要看是你的态度 有没有变成这样 那我这样讲的时候 同样一句话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各位最好从法华经 整理出 你认为相应的重点 你先用 你会发觉 哇一部法华经 就可以让我成佛了 那可以 这个想法就对了 那所以其他经典更重要 而不是说 一部法华经 所以我不用看其他经典 你又太过分别了 这个叫法旨也不行 任何一部经典都可以让你成佛 所以多了解多一点 那就可以让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的方法 法门无量 然后是越学吧 所以在中国佛教很重视 不懂认言 不开智慧 不懂法华 不能给圆满慈悲 各种的避欲 来描述所有经典 那这一点你就要去体悟 所以大家读一遍 过去是你就印了很多法华经 不然你读不了这一遍 就像那个牛状元 我常常讲 那个牛纹纹法华经 他就你看下辈子就脱离牛还做状元 很会读书 前面会读 后面不会读 因为他没闻到 但是等他知道了这个因果 他不再做状元了 继续精进努力 过去做牛 纹都是能够脱离牛的身体了 何况我现在做人 不要浪费了 好好的来修行 按照经典去实践 最后他就可以成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把这一本就这么大本 儿子你拿去看 蛤 iPhone喔 不是啦 他看不下去的 你要整理 但是整理也没用 儿子看你改变了 老公看你温柔了 还真的还穿柔和忍入衣 穿海青国人买 他看到你的柔和忍入衣 他看你这种智慧的不执着 他看到你这种 哇 想到你的心多温暖 所以他就很想要去看这部经典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典的精髓 自己也整理 日常生活 跟他讲话 吃饭就引导了对方 你不是用吃饭怎么引导对方 对不对 你跟他在一起 跟他讲电话 所以就像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现在用什么手机 我说大部分人都用iPhone吧 但是我就想了一个故事 我说我有一个手机最好用 都不会掉了 等一下 心灵iPhone 不用敲的 拿摩祖师连华生大师 都挂着耳环 什么叫耳环 十方诸佛菩萨在说法 随时在听 这个iPhone强不强 这个叫保持正念正知 那这个iPhone要干嘛 你为什么要听 十方诸佛说法呢 因为我要帮助众生的心 我这次电话 这个心 这个妙法的心 可以融入众生的心 所以也可以祈求 十方诸佛 透过我的心 来让众生都成活 各位要不要申请 这种心灵iPhone啊 那这个叫发菩提心 真正的发菩提心 才能够圆满这个功德 好 所以各位希望 这两天把发菩提心 这两天把法花精镀完了 你就得到一支心灵iPhone 好不好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很快回答 弟子听到新店的义工说 写错牌位 却勿折柔捏碎 无所谓的 反正顺便给他送去超度 有时候我写名字 写错了 我都觉得 这个名字错 一定有能用这个名字 顺便超度 所以 当然你 这位义工给你这样说 我想各位要了解 义工他也是人 反正他家里没事干 所以来这边 心情也不好 所以来这边 哪里碰到 你那一天刚好碰到 他心情不好 他讲话说 你把他捏掉的时候 犯重罪 这个都是没有经典根据 他的相反 所以你要体谅他 你要体谅他 如果你说 这样义工不好 这个道场不好 那哪一个道场好 你跟我说 这样就好了 义工也是人 至于 你接受了一个 错误的观念以后 你用这个错误的观念 以后去要求别人 那你更错 所以一个人要有智慧判断 这句话 跟佛法不符合 要这样吧 不然你会被骗 你还怪那个师父不好 那个道场不好 那个义工不好 是我们自己福报不好 智慧有问题吧 就像你问我 从来没有义工 给我这样说 因为看到我哪里敢说 对吧 所以 他是 当然义工 借这个机会 还要检讨 他说 没关系 我来处理 这样就好了 如果我会告诉义工 你就拿个箱子 写错了 就放在功德箱 等满了就 给他回箱了 后就给他超度 那不是OK 对不对 事情没这么严重 好坏 在于心态 在于心态 我就看到这个 那那个心态 今天我写错 哎呀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心态都是一个善良 怎么会是重罪 当然义工这个讲话 可能有问题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错 那无论如何 那 你就不应该 用这种方法去做了 那当然 义工跟你讲说 不要多管闲事 我不知道他讲话 有没有这么冲 还是你给他描述的很严重 因为我不是当事者 我不知道了 但是你也不用抱怨 我认为 如果我做一个小小的错 别人骂我 我还可以消业障 对不对 那么要把零化经说的 哎呀 佛陀说提婆达多 是我的善知识 对不对 因为没有提婆达多 我怎么修忍辱啊 这个意思了 所以 这一点就 平静平静就可以了 沐浴或上净房 能心念佛号吗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都这样念 我就在预佛了 我经灌木诸如来 静置庄严 功德海 武拙众生 离成垢 后面一句话呢 同正如来 敬法生 不是光临啊 所有在洗澡的人 把洗澡化成一种悲心呢 都可以 上洗手间 上厕所 只是说不念出声而已啦 洗澡 也不是肮脏的事情 洗手间 不念出声 心里还是保持清静的 再来 有吃肉的人 念佛一样有加持力吗 有没有 念佛的人 吃肉的人 念佛 有没有加持力 有没有 当然有啊 佛力是百分之一百的 没问题 所以佛更会加持你 也会加持你嘴巴的肉 当然佛是希望哪一天 念念念念念 感动了你的心 懂得吗 感动了你的心 那你自然就会 你只要念佛 佛就会慢慢加持你 佛不舍弃众生 佛不惩罚众生 所以千万不要用 自己的想法来套佛法 吃五心的人也可以诵经吗 会有罪过吗 佛永远原谅你 但是 只是说 护法神会比较少 对不对 因为有些护法神 闻到五心味就跑掉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那我吃葱蒜 不要念经 那这个人不是 没求啊 那当然可以念啊 刷刷牙 对不对 竖个口 尊敬一下 就像藏传佛教 他们要灌顶 他要给你束束口 因为他们有吃五心 有吃肉啊 所以每次你去灌顶 他就会 不但给你做这个 再给你除魔啊 等等啊 所以在这一点 那 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倒过来想 那所以我就好好吃肉 要有要有惭愧心 假如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 比较难度一点 慢慢来 爸爸妈妈得失智症 怎么办 报恩 接受 照顾他一辈子 这是起码的心态 紧一步呢 慢慢的回向给他 替他点灯开智慧 替他印经典 给人开智慧 就减缓他失智症 替他 像我们现在救猴子 那些猴子要被 打破脑壳的嘛 对不对 吃脑 猴子又聪明 那我们会帮他救一些猴子啊 或官侠啊 等等 尽量去做 那些 有智慧的名字 等等 再来 法会功德 等一下 王 他脑部受伤啊 那各位 我教各位观想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 受八万在戒 念妙法连华经 我们听到一个脑部受伤 那你要观想 今天念佛 持戒 各种功德 融入他在脑部里面 然后让他恢复 好不好 要这样想啊 这叫观修 然后这个脑部受伤 可能也为冤亲在主 那你要观想 这个冤亲在主 也得到我们的功德 能够化解 然后呢 因为冤亲在主化解了 那业力消除了 那医生看病就有用了 对不对 那你要加上这些观修 这个观修是一种 念下来 意志力 那就是佛教最终 意志力 无名言行 就是行的意思 我们按照佛教的因果慈悲 来实践 帮助对方 所以 各位听到这个事情 那你就观想 那一位脑部受伤的 而且全世界有很多脑部受伤的 然后 你为他祈求佛力加持 念下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那你要观想这个 琉璃光进入他的身体 所有脑部受伤的 然后呢 再念南无地藏菩萨 恩般扎萨多哄 那就 替他忏悔 或是你要念忏悔记也可以 忏悔完以后 然后呢 开始呢 超度他旁边的 冤心在主 来 恩阿宏 有情亡魂 同享功德 恩阿宏 那他为什么要让他脑部受伤呢 因为他过去就是被伤害脑部 被破头的 所以他要来破坏他 所以你要 你要观想他 所以各位要平等 对冤心在主的痛 跟对现在受伤害的痛 他们是平等的 然后去融入 然后去帮助他们 那这个时候帮助力量最大的是谁啊 药师佛 所以我们观想 药师佛现前 还是药师佛在医生护士上面 帮助无形的冤心在主 也帮助有形的病苦者 你也便要是做 来 那摩波接法地 毕萨师 居如平肉 领婆老婆 恨来世耶 但他皆多耶 恩来恶地 三秒三不诺 大志祂 毕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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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诺 祈求 阿弥陀佛 引导在主 法明妙乐 同身净土 恩阿佛 各位你要观想 要念习观想 观想到 看到他 然后他穿什么颜色的 他现在有没有跪下来 你要念习 这个观想是 你主动的意志 一开始是 你主动的意志 我希望他怎么样 后来变成一种 你就无分别的 去观修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看到药师 我放光 你看到那个病人 你看到这个受难者 但是无论如何 从做意开始 就是说 你有意志这样帮助 然后佛力加持 所以就像各位看到 我中间保济如来 以后你只要看到动物 或是想到动物被杀 或是看到有在杀身 吃肉的地方 那么保济如来 保济如来的爱 那么文殊菩萨 你要有这个意志 你帮助他 所以 那这个 原心在主 得到佛力加持了 希望他们的家属 也能够懂一些 透过这件事情 让他们了解佛法的因果道理 那 那么地藏经 地藏菩萨 送他们地藏经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个就是我的方法 因为我永远是如此 因为随时有人告诉我 谁生病啊 哪里有问题啊 但是我们借这个机会 很认真的 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自己的 有好的动机 然后呢 所有同样的众生 离苦 对他帮忙 所以他们会写过 师父请你加持 我那时候也很加持 那当然我会给他捏捏 那现在我更懂了 加持 我重复打开 替你施死啊 不施甘露啊 对不对 我想给这些车上的路上的孤魂啊 去念佛啊 而且现在我知道 詹勇师带着各位 念妙法莲华经 说八幻灾戒 我早上都会融入这个功德啊 去帮助对方 但是无论如何 对我们自己好不好 非常好 就是你用这种善巧方便 这种无所求的空性 那你一直去念习帮助众生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为令法轮常转推动佛教事业 进而弘法礼生 造福社会为主旨 目前在台北永泉寺 举行台北市佛教会 第十六届与第十七届 理事长交接纪理监事 受证典礼 典礼当日在永泉寺外 珠山长老 法师 四众弟子们纷纷来到 永泉寺共襄盛举 在迁道后 由志宫门引领至 大雄宝殿内就坐 准备开始此次的交接大典 与会高僧大德门 首先齐唱三宝歌后 并由司仪介绍 珠山长老 与会贵宾等 紧接着在台北市佛教会 现任理事长 建云长老 正式将应信交接 与新任理事长 天悦法师 并特别提请内政部 徐部长 国勇先生 百忙中特别前来 亲自兼交应信 即颁发理事长 礼监事会 每位理事监事证书 现场掌声欢腾 气氛一片祥和 最后切任理事长 介云长老 于交接圆满后 开示到时光如梭 应把握档下 这时间过得 有够快 有够快 所以我们有话来说 说没在过去 没在未来 没在现实 是在大会 就是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自为 在台北市团队会 大家都有说 要推算到 天悦理事长 所以要继续打拼 徐部长 国勇先生 更对于 新任理事长 赞叹不疑 新接任的 我们十七阶的理事长 我们天悦法师 跟着介云师傅 一起 皈依我们 皈依三宝 然后 这个从事我们 佛法的弘扬的工作 最主要他还做了 很多的善事 他对于 祭贫 赠灾 我们小朋友 这儿童的这些 相关的权益 他们都不遗余力 理事长 交接圆满 佛教会继续颁发 礼监事及顾问证书 佛教慈悲至业 基金会 无执行长 并受聘为 台北市佛教会 弘法组组长 各教界 朱山长老代表 于典礼中 加勉 并致政 台北 后况 等表达 祝贺之盛情 所以我们 今天除了来 见证了这一场 历史的一夜 我们当然 也带来了满满的祝福 除了祝福 我们 借云老儿上的 法体安康以外 我们更要祝福 我们天悦法师 能够大转法轮 也祝福 我们今天在场的 所有长老 嘉宾 各位菩萨 居士大德 大家能够 所求如意 大将吉祥 谢谢大家 这也是我们 台北市佛教会的 一个福气 所以在这边 我也深深的祝福 新任台北市佛教会 理事长 天悦法师 在致辞中 表达感谢 以及对自己的期许 说起来今年刚才五十出头 可以说一个 成煌成煌的心情 为什么这样说 在台北市来说起来 我是虽然大叔 第一告解 里面有二十几年了 但是呢 可以说 第一告解中间 非常的主谦 还非常的主谦 今天如果没输的 我的一个 提告 这个机会 其实 今天我 不能坐在这 不能站在台上 跟我们主委来讲话 所以我就是佛教师的 尽量发心 尽我自己可以 所知的 可以有力量的 尽量去做 我不要再问什么名 不要再问什么理 只要说 可以合乎台中的 这就是师傅 给我一个角度 我尽量去做 不要对这些赛杆 里面一切一切 会一切的名字 没有自己放在心里面 尽量可以做多少 我尽量去做 所以在这里 非常地感谢 我们第十七个 这些婚宴代表 这些婚宴代表 这些技术 可以说 没有危险 让我继续 把我感觉 把我和钱 可以让我 这人来 为到台中 兵到 我们佛陀 祝备 祭祭 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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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 祭祀 祭祀 祀 祭祀 祀 及现任理事长 天悦大法师邀请 由佛教慈悲 祭祀 基金会 无秀会 总执行长 所带领的团队 前往参加 让基金会 有供佛摘身的 福德姻缘 相信在新任理事长 天悦大法师任期内 以所知所学 不求功不求名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团结佛教四众 续佛会命 让法界众生 文法得度 离苦得乐 解脱轮回 生命电视台北采访报道 伍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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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总得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总得